第七十四章 剑以及归来 卫城前 孤零零的一匹马 原野上孤零零的一具尸体 就像那匹有些枉然的战马一般 卫城里的人们 还有唐营里的人们 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从哪里来得见 原野间一片死寂 绝对的安静 所有人都被惊呆了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提升再起 又一名草原骑兵从城门处出发 向着南方的唐营缓缓持去 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这名骑兵 都知道下一刻这名骑兵便会死去 金掌王廷朵尔齐的统领 明显就是要让这名骑兵送死 从而确定那支箭从何而来 翁的一声轻响 晨光里又有尘封危坐 那名骑兵身后的大肠随风飘起 没能化作一朵白云 便自消散 就像他的生命 一支普通的剑 深深地插进他的眼窝 带出一盆雪花 这名骑兵被射杀的时候 出卫城才十余丈 提升再起 数计草原骑兵从卫城城门里冲了出来 骑兵手中的皮鞭不停地挥舞 在战马的臀下留下一道又一道鲜血淋漓的痕迹 呼喝声打破城门前的死寂 蛮横 汗不畏死 按照这样的速度 再优秀的战马也只能维持不长的一段时间 根本不足以支撑着数计从卫城冲到南方的唐营 但很明显他们并不在意 这一次草原人再不讲究什么节奏 也不在意用时间和加速来累积气势 从一开始便让坐骑进入最快的速度 他们只想冲出城门 他们不能让那道不知从哪里来的剑 挫败朵尔奇的气势 不能让那道剑直接打断全体朵尔奇的冲锋节奏 他们必须证明些什么 哪怕出城门不远便会被射死 但至少说明那名神秘而强大的剑手 不可能做出更匪夷所思的事 不可能阻拦所有的骑兵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真的很匪夷所思 尘封微幅 白场如云散开 其间有三声轻响 于是云朵骤脸鲜血骤剑 三名草原骑兵依然是连声音都没有发出 便从马背上坠落到了地面 他们的眼窝里深深插着支剑 眼窝里的液体和鲜血混着向外流淌 那三只剑依然是那种普通的 唐军最常用的制式语剑 更令所有人感到震惊 甚至畏惧的是 这三名朵尔齐被射杀的时候 比第二季离城门更近 更准确地说 当他们刚刚冲出城门的时候 便被那剑射死了 那剑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依然没有人能看到剑来自何处 因为那剑实在太快 一只普通的羽剑 怎么可能射出这么远 射得如此之快 快与远都依赖于弓 依赖于剑手的力量 那么准度呢 朵尔齐全身副甲 只有眼睛露在外面 而且在高速奔驰中 更是难以命中 而那人隔着这么远的距离 居然还能渐渐命中 那名剑手究竟是谁 草原南北 金帐王庭和镇北军 再加上疏壁湖畔的那些马贼 有无数鲸鱼骑射的天才 然而那些人也绝对做不到 魏城内外再次陷入绝对的死寂 有人已经隐约猜到剑来自何方 不是说地理意义上的何方 而是指来自何人 比如国师 比如乐部 比如阿达 能够无视如此漫长的距离 直接以木剑射杀惊奇的人 必然拥有难以想象的力量 是修行界最巅峰的那些强者才行 人们提及善于剑术的真正强者 往往会想到夏侯大将军 而在夏侯被杀死之后 便只剩下一个人 就是杀死夏侯的那个人 不是所有人都没有看到剑来自何方 至少在剑起处四周的那些唐军普通士族 看得非常清楚 在唐营最北方右脚一处不起眼的鸡宝里 最前方是昨夜连夜整修出来的巨马炸 此时在炸后方站着人 还有一道似是矮炸的事物 十余名唐兵看着那人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也不知道自己这时候应该做什么 直到此时才有人醒过来 赶紧去向后方的上级报告 那人穿着普通的唐军制服 就像个普通的唐兵 那人手里拿着一柄很不普通的铁弓 弓身有黑 上面刻着极其繁复的花纹式的符文线条 令这张铁弓仿佛拥有某种魔力 那人身旁的矮炸并不是真正的炸 而是被排得极密级的语剑 至少千只语剑被紧紧地插在泥土里 挤压在一起 看上去便像是炸 魏城处提声在起 不知多少朵尔旗正在试图冲出城门 那人从身边的剑林里抽出一只羽剑 搁在弦上 然后沉默拉弓 将铁弓拉至半开始便松了手指 贤回魏 带着那只羽剑嗖的一声远行 远处 魏城城门下 传来一声闷哼 紧接着就是众物坠地的声音 而此时 那人已经从地面上抽出了第二只羽剑 再次重复先前的动作 魏城城门处 再次响起闷哼 以及众物坠地的声音 应该是又一记被射落 所有受过训练的唐军都知道 射箭其实是数个动作的分解 从拔剑开始到松弦结束 在旁边震撼看着的人们 并不觉得那人射箭的动作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甚至要比唐莹常见的剑术动作更简单 更机械 因为简单机械 所以不够挺拔 更谈不上潇洒 但那人的剑快 快到已经超出了人类能够想象的范围 魏城方向 现在躲而起的冲锋已经不像先前那般 而是一涌而出 那人却没有像某些传奇故事里那样 从第一支箭开始到第六支箭射出 四周的唐军士族都没有眨眼 不是因为震撼的不敢眨眼 而是他们来不及眨眼 眨眼不及的瞬间 便有六支箭破空而去 这些唐军士族按道理根本无法看清那人射箭的动作 但他们依然能够看清 因为那人射箭的动作完成得非常准确 稳定的令人难以想象 每个重复的动作没有任何变化 手指永远扣着弓弦同样的位置 就连小臂上的衣袖都没有丝毫颤抖 六次重复的动作便是尘封里的叠影 合在一起便能看清 只是有残影 更多的羽箭离开地面搭上弓弦破空而去 冲出城门的草原骑兵纷纷坠地 然后在地面上砸出血花 微小朵朵 骑兵不停冲着 箭便不停射着 不曾停歇 到最后 骑兵向城门处冲锋的速度太快 即便那人也无法再瞄准 于是便不再有瞄准 只是平轴抖腕而射 锋利的羽箭穿越遥远的距离来到卫城前 落在那些草原骑兵的身上 或是那些战马的身上 落在坚硬的皮甲上 然后破甲而入 那些羽箭在触到皮甲表面时便完成了他们的使命 箭杆被巨大的力量绞成碎序 但依然推动着锋利的箭足抵达最终的目的地 那就是骑兵或坐骑的血肉深处 看着炸后那人的身影 唐军士兵的眼神变得越来越敬畏 这一切发生的太过不可思议 那些羽箭上究竟含着多么恐怖的力量 那个人的身躯究竟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 为什么能够连续射出如此多大威力的箭 要知道哪怕是军中的武道高手 在连续射出十只羽箭后也必须休息 不然鸡箭绝对会受到严重的损伤 而那人已经射了百余箭 却依然面不改色 身形不动如山 别说呼吸变得急促 就连胸膛都仿佛没有起伏一下 忽然间 唐营四周响起急促的军号声 有数百朵尔旗绕过城墙 从两翼射出占据草垫高处 然后向唐营冲锋 那人却理都不理 只是盯着城门出 隐匿在城中的朵尔旗 终于掌握了那些羽箭的节奏 他们寻觅到了机会 将城门完全开启 然后有数十计最善御数的骑兵 同时冲了出来 数十朵尔旗瞬间涌出城门 就像无数朵云雾 涌出两座大山之间的门 在这一瞬间 就算那人的剑法再如何神通惊人 也没有办法同时把数十名骑兵射杀 更何况 在后方还有数百甚至数千骑兵 正在等着接续冲锋的势头 唐英里的呼喝声越来越急促 六千骑兵纷纷上马 做好反冲锋的准备 如果那神秘而恐怖的羽箭 无法守住中军杖正前方 那么便只能依靠骑兵本身了 但那人并没有给唐军骑兵上阵的机会 他依然沉默地射着箭 面对像云雾般涌出城门的草原骑兵 他射了一箭 他只射了一箭 与先前不一样的是 那箭并不是从他身边的草地里拔出来的 而是从他身后的箭筒里抽出来的 那箭明显有些不一样 箭足是圆形的筒 清晨的天空里 响起一道凄厉的鸣笑 在所有人的目光注视下 那根箭抛出一道弧线 落在了未成城门前 刹那的寂静 然后轰的一声巨响 在未成城门前响起 掀起无数泥土 仿佛要把天穷都炸开 漫天飞舞的泥土里 还有战马和骑兵的残肢 甚至有头颅在起见飞舞 未成的城门垮了 黄土和土皮里的砖石 疏疏落下不知压住了多少受伤的躲而起 烟尘里隐隐能够听到很多闷哼与痛嚎的声音 又有箭从南方来 这一次的箭声要比先前更加清晰 不似威风 不似飓风 鸣笑凄厉 箭笑连绵不断的响起 数百只羽箭 仿佛没有尖断一般 穿越尘峰 穿越尘烟 射向深处 一名草原骑兵 跳离被射死的坐骑 拔出弯刀不安地看着四周 却根本不知道敌人在哪里 忽然一只羽箭自南而来 贯穿了他的胸腹 一名草原骑兵浑身湿血地爬起来 向烟尘外走去 口中不停地呼喝着什么 显得格外暴力 忽然 一只羽箭从他的嘴里穿进去 从脑后探出 带出血花 一名草原骑兵倒在地上 挥动弯刀 砍死重箭后正在乱蹬的坐骑 拼命地站起来 眼镜里满是恐惧 然后他看到了一只羽箭 向着自己的恐惧而来 扑扑扑扑 羽箭射中皮甲 射中眼睛 射中咽喉 射中不同的地方 却发出极其相似的声音 那些都是刺破的声音 那些仿佛具有魔力的羽箭 能够射穿一切 未成城门前的漫天烟尘里 到处都是死亡 代表死亡的重箭声 与闷哼声不停地响起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烟尘终于见脸 尘光重新落下 落在卫尘前被镀上了一层红光 远处终于探出草原地表的昭阳 红得像是染满了血 昭阳如血 城前皆续 此时城内城外的人都已经确认 那些剑来自何方 所有人都看着那处唐营 看着那片榨钱 直到此时 依然没有一名草原骑兵 能够冲到唐营之前 事实上 除了最开始的那三名唐兵 根本没有人能够冲出卫城 卫城城门前一片狼藉 骑兵和战马的尸体堆成一座小山 鲜血从那座小山里不停地漫躺 像是无数细小的瀑布 当年青霞前 君末一剑当前 万计莫过 君末断壁后 没有人认为这种画面会再次出现 谁能想到 今日未成 这画面又出现了 只不过是反的 今日一剑再难 万计莫出 那个人一把铁弓满地语剑 便把金掌王廷最强悍的万鱼蛮计 封死在了卫城里 就在城门触发出爆炸的同时 有两亿向唐军冲锋的数百朵而起 也遭受了灭顶的打击 一只隐藏在两侧的弩营 将准备已久的愤怒和密集的弩剑 同时射了出去 草原上响起嗡的一声 是琴声 是无数把琴在弹奏同一个音 片刻后 那声音消失时 便是万只弩剑同时落下 如暴雨一般 王廷将冲锋的路线 设计为穿城而过 因为这样的距离最近 需要的时间最短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这条路线竟是如此的凶险 两亿的攻击是因为要绕城 不够直接 无法攻破徐迟布下的奴雨 那么真正能够改变整个战局的 依然是中路 还是看朵尔齐能不能冲出城门 只有冲出城门 才有继续冲锋的可能 才有后续的所有计划 如果连城门都冲不出去 哪还有资格谈及其余 城门那座躺着血瀑布的尸山后方 隐隐传来王廷贵人 愤怒而暴力的鸽马声 无情的命令声 以及匆匆的脚步声 不知多少人涌了过来 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这座尸山从城门处清理开 为后面的骑兵让开道路 至于在这个过程里 那些铁钩和绳索 会不会伤到部落勇士的遗体 已经不在草原人们考虑的范围里 活着的渴望已经压倒了一切 然而对于金帐王廷最后的勇士们来说 今天注定是绝望的一天 唐人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机会 就连搬走铜袍尸体的机会都没有 卫城内外忽然安静了极短暂的一瞬 被朝阳染红的天空忽然间露出湛蓝的原本颜色 原野上那些被风轻轻浮动的野花忽然间凝止不动 那些包裹着脆弱花瓣的空气 瞬间变得粘稠了无数万倍 城里的草原战马和城外的唐营里的战马 同时仰手望向天空变得有些焦躁不安 却又畏惧地不敢用私明来宣泄情绪 天地气息发生了极剧烈的变化 人类肉眼能看到的天地却没有任何变化 甚至要比先前更加宁静更加美好 悄无声息间忽然响起无数嘶啦声 然后一个恐怖的画面出现在所有人的眼前 未成前那座骑兵和战马堆积而成的尸山垮了 眼看他楼垮了 那楼垮时必然是分崩瓦解 从楼里的炎凉板栏垮起 那座尸山也是如此 也是从内部开始分解 坚韧的皮甲 强壮的战马身躯瞬间崩解 变成了无数血肉的碎块 血水凝树成的细瀑布变得粗了很多 然后所有的一切崩散开来 未成城门前的尸山中间 出现了一道极大的窝口 宽约两丈 在这一道窝口里出了血与泡在血水里的肉块 什么都没有 城里的街道一览无余 站在城里的人也能够清楚地看到城外的风景 只是此时 未成里已经没有能够站着的人了 街道上 到处是崩落的黄土与积年的灰 狂风在不停地呼啸 先前正在搬运骑兵遗体的民夫奴隶 以及站在街道正中间 准备继续向唐营冲锋的数百名躲儿骑兵 都不见了 就像尸山窝口里曾经的那些骑兵尸体一样 这些前一刻还鲜活的生命 此时都已经变成了无石无形的血水与肉块 街道变成了佛宗所说的最冷酷恐怖的修罗场 除了死亡 什么都没有剩下 这是一条死亡的通道 一条剑道 剑道由城南一直向北延伸 轰断城北的一堵土墙 城墙下的十余辆大车散着青光 护着自身 有车厢角落破损 露出里面惨白的事物 似是人骨 国师望着南方 脸色有些苍白 受到剑道杀戮波及的人们 流着鲜血四处奔逃 躲避着病未发生的第二次来袭 到处是慌乱的喊叫声 直到很久之后才逐渐安静下来 人们藏在车轮的后方 藏在不安的坐骑身后 目光随着国师一道望向南方 脸上的神情显得极为惊恐 眼神甚至有些涣散的征兆 便在这时 未成街道的空中 缓缓出现一道笔直的冷凝云 先前 已经有人猜到了射箭的人是谁 此时 这道已经在人间非常著名的冷凝云 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于是猜测得到了证实 只是 瞬间便有千人死亡 其中有一半都是准备冲锋的躲而骑 这不是屠杀却比屠杀更可怕 面对着如此难以想象的画面 面对着超出想象的敌人 草原人甚至无法愤怒起来 只是一味的恐惧 再因为绝望而悲伤 便是部落里最勇敢的男人 在这一刻也失去了所有的信心 魏城南城门处响起零散的提声 尸堆山中间 那道窝口处的烟尘箭落 一个人从那里走了进来 一匹奴马 拖着一辆旧车 跟在他的身后 车上满满装着羽箭 那个人身后还背着箭筒 铁弓在肩 那人的衣服上 被落下的血水与烟尘 屠成斑驳 他穿着件普通的唐军军服 他看着就是个普通的唐军士族 他本来就是名普通的唐兵 多年前 他一直在魏城当兵 多年后 他终于回到了这座城市 他是回到边塞故乡的游子 他是梦回吹脚连营的老兵 他满身封尘 不可阻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